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序关系当中的一些特殊的元素 首先就是最大最小元和极大极小元 那么最大最小极大极小元 这些特殊的元素 是在有序极当中的一个子极来进行定义的 所以就是A小于等于是一个有序极 然后在A里边有一个子极B B是包含于A的 那么在这个子极当中 我们取出一个所谓的最小元 小B 最小元是这么定义的 小B属于大B 并且任意的X X主要只要是属于大B 那么就意味着B是小一点X的 那么按照这个位置公式的理解与意义来说 我们结合这个哈斯图 那么最小元 也就是说在B当中 这个子极里边 这个最小元 所有的这个其他的元素 都排在这个B的上方 都排在B的上方 包括他自己 所有的都在他的上方 那么最大元 反过来就是所有的人素 都在这个B的下方 在B的这个下边 哈斯图的一个链条 那么所有的都在B的下面 那么相应的 还有极小和极大元 这个区别 那么极小元定义就是 B小于大B B属于大B 并且并不存在一个X X属于B X也不等于这个小B X呢小于等于B 那么这句位置公式翻译过来 也就是说 不存在一个X 排在B的下面了 排在B的下面 就是不存在X排在B的下面 那么极大元呢 也是不存在一个X 排在B的上面 不存在一个X 在B的上面 这是极大元 那么我们从这个最小 比如说我们说最小或者极小 它有什么区别呢 最小是说 所有的都在B的上面 那么极小是说 没有在它的下面的 这是最小和极小之分 那么它们之间的这个细微的差别 包括这个最大和极大这个差别 那么就在于说 这个子极B当中是否包含不可比较的元素 那么情况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下个这个例子 我们这个例子呢 是由这个有序集 是由八个元素构成的 然后它小一点 那么它的这个序关系 是这个哈斯图所表示的这样 我们看出来跟这个三个元素的这个密集 以及这个包含于这个关系 所形成的有序集 看起来这个哈斯图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来看呢 如何在当中极大极小元 最大极小元 是什么样的 我们首先呢 取一个子集 ABCF 那么ABC 然后F就看下边 下方的这个菱形 是一个菱形的这么一个图样 那么在这个ABCF 这四个元素形成的这个子集当中 它的最大元 当然显然是F 也就是所有的元素都在F的下方 那么最小元呢 所有的元素都在A的上方 所以最小元是A 那么极大极小元呢 当然也还是分别是F和A 这没问题 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 最大元就是极大元 最小元也是极小元 第二个字集 ABCD A在下边 BCD上面是分了三个差 那么这里头呢 它的最小元 就所有的元素都是排在A的上方 所以最小元是A 但是呢 它没有最大元 因为不存在一个元素 所有的元素都是排在下面 因为BCD这三个元素呢 是相互之间不可比较的 所以呢 这个子集当中没有最大元 但是呢 它有极大元 也就是BCD都是极大元 为什么呢 因为不会再有其他元素 排在BCD的上面了 所以呢 就是所有的都在下面 以及没有元素在它们的上面 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就在于这了 因为BCD之间相互就不可比较了 所以呢 BCD是极大元 而A呢 而A呢是最小元同时也是极小元 再看一个BCDH BCDH 那么跟刚才这个ABCD正好是倒过来的 H呢在所有在BCD的上面 对吧 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最大元是H 但是呢没有最小元 因为不会有一个任何一个元素 所以排在所有的元素的下方 而BCD之间相互是不可比较的 所以呢它极大元还是仍然是H 而BCD呢就成为这个子集的极小元 那么关于极大元极小元 最大元极最小元有一些性质 那么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当中去归纳 也能知道这些性质 比如说B 它的最大或者最小元 同时呢也是它的极大或者极小元 那么如果它有最大元或者最小元的话 那么它是唯一的 这个唯一性呢 其实通过 可以通过这个序关系的这个反对称 来进行证明 也就是说如果有两个最大元的话 那么它们之间相互是小于等于的 那既然相互小于等于 那么通过反对称的性质 就是说它们两个元素呢 是相等的 还有呢如果B是一个有限集合 那么它的这个极大极小元 肯定是会存在的 肯定会存在 但是呢最大最小元 未必会存在 但是如果一旦存在这个最大最小元的话 那么它就是唯一的 这个里头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一个有序集 它的子集拿出来以后 如果这个子集当中没有包含任何不可比较的元素的话 那么在这个子集里就必然存在最大最小元 就必然存在最大最小 但是呢极大极小元对于有限集来讲是必然会存在的 但是呢它未必是唯一的 我们刚才也看到的例子会有三个 ABCD 那么它有BCD 这三个极大元 是吧 所以呢它未必是唯一的 但是如果说存在最大最小元的这个有限集的话 那么它的极大极小元就等于最大最小元 第二个第二组概念呢 就是上下界和上下确界的概念 那所谓的上下界 就是也是针对于这个A的一个子集B来说 那么B呢 我们在哈斯图里头看来 B比如说占据这个哈斯图的中间 那所谓的上界就是说 是在B以上的所有的元素 下界呢就是在B以下的一些元素 那么这些所谓的以上以下 那么这些元素呢 它可能未必在B里边 那么它更多的可能会在A里边 所以呢这个极大极小 最大最小 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在B这个子集里头进行讨论 但是呢上下界呢是说 是在B和A之间 这么一个上界下界 所以B的上界 A就这么定义的 A是属于大A 然后呢任意X X属于B的话 那么X呢都排在A的下面 那么这个呢就称为B的这个上界 那么B的下界也同样是这样 就是A属于大A 然后呢任意的X X属于B 那么这个A呢都是排在X的下方 A都排在X的下方 这就是B的下界 那么上界 上界就是在这个所有的上界 它可能上界呢会有若干个 那么所有上界当中 这个最小元就称为上界界 那我们就知道就是在 比这个B排的高的那些元素当中最低的那个 最低的那个就属于是上界界 那么下界界呢也就是排在B的下边 那些元素当中最高的那个 就是属于下界界 所以是所有下界集合的最大元 这叫做下界界 我们同样也来通过刚才的这个有序集 来看看上下界和上下界界的例子 我们首先取这个B呢是BCD BCD这三个元素呢 它们的这个上界 上界公共的这个都比 都比这个BCD要来的大的话 那么唯一的就是H 所以它的上界是H 然后它的下界呢是A A呢比它所有的都要来的小 那么A和H 那么既然是单元集 所以它有上下确解 那么上界界就是H 然后下界界呢就是A 第二个例子呢是C和D C和D 那么C和D呢 它同样也是两个不可比较的人数 那么它的上界 比C和D都要来的大的 都排在它上面呢 就有两个 一个是G 一个是H 然后它的下界呢就是A 都比它要来的小 那么在上界当中 两个元素当中的一个最小人 就是G 所以G呢是它的上确解 那么下确解呢还是A字极 第三个例子呢 最后我们来看看D和G D和G这两个 我们发现D和G呢两个呢 它们相互之间是可以比较的 所以它的这个上界 就是排在DG的上方呢 就有G和H 包括G本身 然后下界呢是包括了D的 D和A 而上界的最小元就是G 而下界的最大元就是D 所以它的下确解是D 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如果这个元素是相互之间可以比较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上下确解 就有可能在这个子极壁里 那么归纳起来 关于上下界和上下确解的定理 就有重点一些 如果说这个小壁是大壁的最大或者最小元的话 那么这个小壁呢就是它的确解 如果是它的最大元 那么它就是它的上确解 最小元就是它的下确解 那么如果小壁呢是大壁的上下界 而且呢这个小壁是在这个大壁里边 就是它属于这个子极的话 那么壁呢就一定是它的最大最小元 而且根据上面呢就一定是它的这个上下确解 而壁呢如果有这个上下确解的话 那么上下确解是唯一的 因为上下确解是上确解是最小元 下确解是最大的 那么根据前面的最大最小元的定理 最大最小元肯定是唯一的 所以上下确解也是唯一的 但是呢上下界它未必会存在 而且存在的时候呢也未必是唯一的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上下界会有包含多个元素的这个例子 那么有了上下界之后 它也未必存在于上下确解 因为确解呢是属于上界当中的最小元或者说最大元 这样的情况 而最大最小元未必会存在 我们来看第三组概念 就是链和仿链 那么所谓的链呢 我们从这个右边这个哈斯图就可以看到 是这么样一个哈斯图 那么所谓的链 我们说就像一根从上面往下垂的这一根链条一样 所以它就链 如果说子及B当中的任意两个元素都可以比较 那么这个呢 子及B就称作为这个链 叫做Chain 那么按照这个位置公式的这个定义就是任意X任意Y XY的都属于B 那么要么是X小于等于Y 要么Y小于等于X 也就是它们相互之间肯定是可以比较 反链 那么反链呢 就是正好相反 就是如果子及B当中任何两个元素都不可比较的话 那么这个就叫做反链 那么在形式化的定义就是任意X任意Y XY的属于B X不等于Y 然后呢 这个X小于等于Y是否定的 XY小于等于X也是否定的 那么就这个旁边的这张图 这个虚幻之哈斯图的例子而已 它的链呢 比如说2 6 12 36就是一根链 而且呢是一个最长的链 那么当然你如果只是一部分也可以是链 6 12 36也可以是链 那么12 24也可以是链 当然你不用一定挨在一起 因为它就有传递性了 比如说3和12或者3和36 那么都叫做一条链 那么反链呢 比如说像2 3就是一个反链 它们相互之间不可比较 24 36也是反链 而且呢单个的元素 比如说就6 那么它也是一个反链 因为按照反链的定义 这个X不等于Y 如果不成立的话 那么前见为假 那么它也是为真 所以单元素的话 它也是反链 那么我们会把这个B当中包含的 这个元素的个数 也就是B的这个集合的基数 就称之为链和反链的长度 有多长 那么关于这个链和反链 链有一些性质 跟这个划分有关系 它是这么说的 A小一点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有限级 B呢是A当中的一个字级 它说如果说A当中最长的链的长度为N的话 那么A它一定会存在一个划分 这个划分呢会划分为N个单元 就是最长链的长度这么多个单元 然后每一个单元呢都是一个反链 这个证明我们就不加以证明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 哈斯图上可以画看出来 这样的一个图呢 它的最长链显然是 比如像三十六十二二十四 那么最长链为四对吧 那么它可以划分为四个划分的单元 我们可以想象的有一把单元给它水平的进行切分 那么二二三就是一个单元 六是一个单元 十二是一个单元 二十四三十六呢还是一个单元 所以呢它有四个单元 每个单元呢都是一个反链 序关系呢就是这么多 那么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序关系当中的某一个特性给它修改一下 因为序关系是自反反对称和传递 如果把自反改成反自反 也就是说不存在这个XRX的话 那么这样的关系呢就称作为半序关系 我们就把带有半序关系再加上这个集合就称作为半序集 那么半序集呢会有很多的例子 我们其中举两个 实际上就相当于把这个小一点就把这个等号给去掉 那么比如说十数集合上的大于关系 那么它就是一个半序关系 而且自然数集合上的小于关系也是一个半序关系 那么小于等于呢就是一个序关系 当然也有一些人际关系上也是半序关系的例子 比如说公司内部的职员它的下属关系 那么就是属于一个半序 因为自己不会是自己的下属 所以它不具有这个自反性质 而是反自反的 这就是一个半序关系 那么关于半序关系呢 我们不会再介绍更多的这个细节的内容 总是让大家跟序关系做一个对比 那么将来呢也许在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用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感谢